哈囉各位現場觀眾朋友們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來到Talkbar 11月的演講脫口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宋風玉 非常謝謝大家能夠在其中考之後還能夠趕過來 今天這場活動也是Talkbar首次將我們版圖 擴展到工程式環的合情講堂 那我們先給自己一個熱情的掌聲 謝謝 那一開始容我先介紹一下Talkbar說吧 Talkbar說法是延續英國秋節酒吧的理念 讓演講和酒吧結合濃縮演講精華來增長互動時間 讓觀眾和講者能夠在最輕鬆的狀態下對談 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樣 跨越台下與台上的鴻溝 那在演講結束之後 我們將抽出七位朋友們去參加我們的TalkBistro 一起去喝酒的聚餐活動 有機會跟唐鳳Face to Face面對面的共進晚餐喔 OK 那今天這場活動是Talkbar說法主辦 Cacaflight市場科技公司獨家贊助 再次感謝所有工作人員鼎力相助 好 那在活動開始前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這場活動可能會需要用到網路 那請大家再確認一下自己有沒有連上網路 那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這邊收訊有點差了啦 那我們這邊有Wi-Fi的話 可以連NCTU Wireless 那家族朋友知道NCTU Wireless 那如果青大朋友或是校外人士的話 那可以連我們NCTU Guest 那帳號的話 就是我們青大的學號 然後at 然後NCTU 那剛剛還有說過slide 那如果是校外人士的話 可以請教旁邊的朋友們 該如何去連上我們的Wi-Fi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直接舉授 問我們的工作人員 OK 那我馬上進到今天的講者介紹 今天的講者 從小添步一筆 就極告求職語 從14歲時開發搜尋快手 靠自學而來的技術和能力 在台灣和系服創立過四家公司 除了創業 他致力於使用網際網路和數位工具 向內向外的推廣零時政府 G0V 開放政府 數位經濟和社會創新 以新興科技和考量力量來建立更多管道空間 成為公民社會 社會部門 與公共部門的Lagrant日點 也就是所謂的平衡點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這位為台灣 為世界無私貢獻的hacker 讓我們一起掌聲歡迎 行政院政務委員 唐鳳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到這邊 這是我的位子嗎 對沒錯沒錯 這邊請坐 謝謝 唐鳳 最近看您好像飛了非常多國家 一直在做演講的行程 從加拿大回來 加拿大就跑了三個城市 然後週末還有去泰國 這樣真的很辛苦 那就是很好奇 因為飛在國外 可是還是要一直不斷更新 國內的資訊 很好奇說 你一天使用科技產品 大概會有多久這樣 應該可以說只要行的時間都在用 行的時間都在用 OK 好那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非常好奇 就是台灣平常的生活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先進行我們的講者修探時間 那講者修探是什麼呢 講者修探是為要拉近我們觀眾 和講者之間的距離 所設立出來的脫口秀遊戲 那這次的主題是什麼呢 請看 對沒錯 這邊是奉中奇緣 那奉中奇緣總共會有三個回合 我們每回合會選出兩位觀眾朋友 一起骰我們這兩個大骰子 那骰到骰子出來的點數盒 就是政委需要分享該年紀 比較深刻的事情 比較難忘的事情 如果骰到兩個E的話 我就會說我不記得 OK 那也可以想像一下 好那內容的話我們可以是愛情 學習 休閒還有壞習慣 或者是其他 就如果政委覺得有非常難忘的事情 也可以就不用管前面那幾個什麼愛情學生 想到什麼想什麼 沒錯 所以這樣一直只分享到12歲嗎 還是會加上去 會不斷加上去 那這樣才幾次 總共是三次 所以最多36歲 這樣還可以 不然就變成要水晶球 好 OK 那我們該如何去選出這些幸運呢 請大家先來看你的座位 左手幫的手把 有沒有一個黃色小點數 如果有的話 馬上舉手告訴我 然後上輪會寫數字 應該是在我的右手幫隊 這位朋友 應該會有六個朋友 快點檢查一下 好 那如果是寫1的話 可以繼續舉手 讓我們知道一下 這兩個朋友嗎 1的 1的 這邊也有1 這邊也有1 1的1 1的1 OK好 那這兩位朋友 那我們現在就是 應該是那位朋友 穿迷彩的朋友 我們一起到台前好不好 來指個大閃子 歡迎我們一輪的亂術呈生器 沒錯 Random Generator OK Let's go 那我們一起閃好不好 白色的朋友 來我們3 2 1 走開 走開 這個 好 其實還不錯 六歲 好 我六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在讀 應該是幼稚園大班吧 那我讀了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一個國中 國中半年級載學 所以一共讀了十個學校 每年一個 從來沒有做過書家作業 那所以 對 那幼稚園大班的時候 記得那時候 班上有一位 膚色特別黑 現在回想起來 應該是原住民族協同的同學 那 他跟其他人都比較有距離 然後 可能 就是漢語也不是他的 native language 所以我就記得說 那時候 大家都 就是好像有點比開他 那我就會特別找時間去跟他玩 那 當然也不能說到 這個 愛情或友情的程度 因為畢竟才六歲 但是 那時候就覺得說 為什麼只是因為我們膚色不一樣 然後好像都靜而遠之 好像 他是有什麼 這個疾病還是什麼 其實都不是只是因為他的 五官可能長得跟就是 害人比較不一樣而已 那所以 這個其實是我當時印象最深刻的 那後來到大班 結束之後 也沒有再跟他有聯絡了 所以 但是當時整個幼稚園 到現在我就直擊了這一個朋友 真的非常深刻 一個朋友的 對不對 OK好 那我們接下來馬上進行 第二回合的 時間 那我們第二回合 上次數字 黃色點數是2的朋友 可以舉個手 讓我知道嗎 2的剛剛我記得那位 對沒錯 那我們一樣到台前 好不好 來喔來喔來喔 快點 第二回合的 Random Generator 那剛剛才是6歲 那我們一樣從6歲往上加 2D6加6 OK 11歲 OK OK 那我們請回送 謝謝謝謝 好 那11歲的時候 當時我才剛到德國 然後 當時因為我11歲的時候 是 當時剛發生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不久 然後 那當時柏林圍牆也到了 那所以我爸呢 就選了到底科技怎麼影響民主運動 作為他的博士論文題目 這是一個超難的題目 所以他到現在還沒有科技通過 那所以呢 對 所以當時有非常多人流亡到德國 那所以我就搬去那邊 然後在德法邊界陪我爸住了一年 所以我那時候在看一下 然後學習上面 對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們家客廳會聚著一大堆 就是從北京或者其他地方 輾轉逃到歐洲的這個流亡民運人士 然後整天大家都在辯論說 就是到底六月那個時候他們如果做不同的決定 會不會發生什麼不同的事情 以及如果還有下一次的話 可以怎麼樣做得更好 幾乎一整年 因為這是我爸也就題目 我都在聽這些天安門流亡的朋友們 來討論民主的未來等等 這個算是學習吧 叫做immersive learning 學員類學人應該了解 這個就是所謂的ethnography 就是所謂的民族制的研究方法 那當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OK 好那這次我們就來到我們最後一回合的時間 數字3的朋友們 舉個手 這位好兩位一起到台前方 OK 好 那剛才其實我有點忘記數字是多少 16加11 好 11歲 預備 一起3 2 1 直 OK 17歲 17歲 17歲的時候 的休閒 好 OK 17歲的時候當時我應該是準備 我剛從資訊人就是我第一次創業 然後出來 出來的時候呢當時呢就迷上了一個智力運動 我現在好像還有人在玩叫Magic The Gathering 魔法風雲會 魔法風雲會 魔法風雲會是第一個 極幻式指牌遊戲 現在當然有很多的 但當年沒有別的選擇 那所以17歲的時候我的學英文 就是我完全是靠魔法風雲會 因為在此之前我本來小時候 再開十字的東西都不代理 那但是上學之後當然就學話語 然後德語嘛 然後發辯經常學一點法語 那但是呢到了這個時候 就是我第一次真的開始學英文 那所以我的英文的core vocabulary 就是我所有的英文的這個詞啊 都是魔法牌 所以我到就是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說 一個counter spell 有非常非常多種寫法 你可以寫abayance anual 什麼什麼之類之類之類 就那種託符 GRE等級的字 對我來講是BEP學的字 為什麼呢 因為魔法牌都是用這些很困難的字 所以這個是我學習的 休閒的這個經驗 OK 那彤彤你現在還會記得那些 就都還 都還記得就對了 對啊 因為當時我們在組套牌的時候 就是全部都要記得嘛 那當時我 17歲一直打到大概20歲左右吧 在台灣時應該是排名第一 然後也去打了亞太盃等等 所以 然後也去西亞圖打世界大賽 雖然那一次沒有贏 亞太盃18強 所以作為一個職業的 不是電競啦 但是智力遊戲選手 那一段時間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 OK 那我們再加碼一回合好不好 是這樣嗎 OK 17 我們想說17歲可能有點 對 再多一點 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最多都29嘛 好 那麼現場再開放兩位朋友 我們舉手好不好 看誰的速度比較快這樣子 那無陽數321喔 3 2 1 這兩位朋友 這位女生跟換黑色衣服的 一起到台前方 剛剛從17歲 好 OK 17歲 來吧 我們3 2 1 直 OK 22 謝謝 22歲 22歲 22歲是2003年 2003年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滿有意思的一年 因為那一年 我還是這樣學習吧 那一年就是我就是組的第三個公司 那時候接了一個很重要的案子 那是只是他的所謂的證件 而是說他是怎麼樣的生命經歷 讓他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的這個why 或是這個我們所謂的reflective part 其實是我們在公共討論的時候 常常是欠缺的 我們常常是急於拋出一些idea 一些想法 一些詮釋 一些solution 但是很少人會去退一步說 欸 是什麼樣子的個人感受 讓你提出這樣子的建議 再退一步 到底有什麼客觀的事實 或者是你的生命經驗 讓你對這件事有這樣的感受 所以如果我們先從事實跟感受出發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場地 從事實跟感受出發 讓大家來決定 我們要討論哪些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輪入 就是好像是 我一定要A 然後他一定要飛A 或他一定要P 他一定要飛P 他一定要Q 他一定要飛Q 等等的這樣一種比較邏輯學 二元不靈邏輯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而是說大家在一開始先回到說 我們的共同感受有哪些 再往前我們共同覺得客觀的事實 到底有哪些 有哪些我們的生命經驗是我們所共享的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才是公民素養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透過網路 真的很難完全達到 所以像這種面對面的搭的場合 剛剛slide上最後的一個問題是問說 為什麼我會答應這樣子的互動 其實任何的學校 只要願意給我超過一小時的時間 這樣子面對面的互動 我是基本上來者不拒 那像高雄他們特別積極 每一所國立大學我都已經去過了 本來三所的那一所 三所都去過了 在他革命前 對 然後大概一半的私立大學 也去過了在高雄 那他們當然很積極 但是全台灣各地啊 也包含金門啊 澎湖 我不是指向台灣而已 等等這些地方 大概也都有去過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這是我所知道最有效的 讓大家的素養能夠提升的方法 就是大家共聚一堂 確認彼此的感受 給人知道的事實 OK 那我們直播也有第二題 匿名Mindphone 請問唐鳳您覺得VR科技 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對於VR科技頂端的想像是 當然這個virtual這個字啊 它本來在英文的意思是 比真的還真的意思啊 就是說virtually so的意思 其實是說 它就好像說 我們本來這個布希亞在解釋 Simulacrum的時候 都是說 對很多人來講 哈姆雷特比他的朋友 都還要真實 不過在現在我們可能要說 哈利波特比利的朋友 都還要真實 但是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 就是掩耳鼻舌聲音等等的 這種合成訊號 然後去認識一個 它事實上不是有寫有肉的 而是出因未來這樣子的 一樣的朋友 然後呢 在這個情況下 它就會變成是不同的 不只是我們的投射 而是可以跟我們 好像一起相處的 另外一種 可能還沒有自我意識 但是呢 確實絕對是有identity 就是有它的一個人格 一個位格吧 這樣子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呢 在雖然西方啟蒙以後 這個已經不流行了 但是呢 其實在我們 就是南島民族的 一直到毛利人 大概都是覺得說 山啊 河啊 等等東西 它都是有靈的嘛 你都是可以跟它對話的 祖靈它可以透過一隻鳥 來跟你對話等等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 對我們來講 很陌生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像日本 它受到神道教的信仰 更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功課激動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亞洲以及南島文化裡面 我們對於這種 萬物有靈的感覺 其實並不是那麼排斥 這反而是啟蒙之後 他們很排斥的一個東西 那但是未來在VR 這個越來越擬真的這個時代 說不定真的萬物有靈啊 所有的Internet of Beings 大家都可以讓 本來沒有辦法說話 沒有辦法有投票權的朋友們 也能夠加入我們的討論裡面 讓我們可以從 好比像說石虎的角度 來看一個開發案等等 那所有這些都是VR在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很未來很平端 大概四五年之後 就會有了一個應用 好 那我們再一次掌聲 謝謝唐鳳精彩的分享 好 那接下來就來到我們最後一個環節 今天誰有幸能夠跟唐鳳一起去喝酒呢 那麼有請我們的抽卡小天使 唐鳳請抽 請抽 總共要抽七位朋友 總共要抽七位朋友 yes 比多少取親 大概是 這個可能不能投了 這個不能投了 原來是七取親 OK 好 好 是我要念 不是你要念 我要念 好 OK 高瑞宏同學 圖景志同學 前妍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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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現場嗎 在現場才能去喔 嗯嗯 那就放心 OK 或者你要派機器人來 還有機會 OK 廖建宏同學 呃 許維源同學 好 那我們還要三張 三張 有請我們抽卡小天使 好 好 那這些卡片啊 都是由我們問卷第二階段 你有天性 然後我們經過篩選之後 就會放入這個 小紙箱裡 好 陳薇宇同學 嘿 鄭景文同學 陳薇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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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被取一就不知道了 好 OK 因為其實還有一張 好 OK 那就 很抱歉 那就請大家 第二階段 只好你有天 就有機會參加我們Talk Bistro 那恭喜剛才七位的心靈兒 待會到演講結束之後 那前妍芳同學 還有機會嗎 前妍芳同學 如果你要附身在某一個要來的人身上的話 現在就是安排你的附身了 最好是 或不是有認識他的朋友 可以call他一下 因為每一次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後面和聯合國會議的時候 我就會找一個朋友 然後我就給他一台iPad 他就夾在旁邊的椅子上 我莫名其妙就進去了 所以前妍芳同學 如果也要做類似的事情的話 剛剛的那六位同學 或七位同學 就是你最好的對象 OK 那就恭喜剛才 請問朋友 那在演講結束之後 然後我就來到 左手幫我們一起去 Talk this show 一日和唐公喝酒 OK 那在最後最後 唐公有沒有想 就是有幾句話 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樣 其實大家每次要我講一句話的時候 我都還是同樣那句話 就是Leon & Cohen那句話 就是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剛剛如果有看到 我們為什麼 這個青年學生幫忙 體檢救網站計畫 要叫做Ray 就是因為那是缺口中的一道光 如果我們政府的網站 每個都做得超完美 那大家就沒有東西可以罵 也沒有東西可以貢獻 就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完美 所以才有認識大家的這個機會 那所以我都是告訴這個 我的就是公公們的朋友們說 任何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任何大家所謂的coming 所謂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大家想要貢獻 只要發門票給大家 大家都非常願意進來 一起進行共同創作 所以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謝謝大家 感謝老孟 謝謝